以人是三才 人的意义跟天和地是一样的 大家也熟悉西方神话 你会发现他们呢 往往是强调一种激情 感性 神秘 这样的一些意象 而中国呢 是强调了一种庄严 理性和一种温柔敦厚之美 这就是孔夫子这个圣人的姿态 应该说孔夫子在后世流传的这个形象 有很多是学生们 用自己的爱戴给他加上的东西 但是更多的是他传导出来的内心 有一种饱和的力量 这就是后来孟夫子所说 我赡养我浩然之气 就是天地之气 凝聚在一个人心中的时候 他才能够如此的强大 虞丹教授认为 论语的精髓就在于 把天之大地之后的精华 融化于人的内心 天地人就会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 人的力量就变得无比强大 即使在当今社会中 我们中国人也常常会说 天时地利 人和是国家兴旺 事业成功的基础 这是不是论语的思想精华 对我们现代人的启发呢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中国人 什么叫天人合一啊 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了 天地给我们的力量 就是一个人在自然中的和谐 现在我们正在倡导 创建和谐社会 真正的和谐是什么 绝不仅仅是一个小区邻里之间的和谐 它一定有你跟生物之间 跟动物之间 你有一种敬畏 有一种顺应 有一种默契 有大地上万物 和谐而快乐的共同成长 这样一种力量 这种力量 我们如果学会了提取锻造 我们就能够获得孔夫子那样的心胸 所以孔夫子在论语里面流露出来的 更多的东西 是颜色上非常和缓 教给你日常的道理 但是他内心非常庄严 他的内心里面有一种强大的力量 是什么力量 那就是信念的力量 孔夫子是一个特别讲究信念的人 曾经他的学生 子贡问老师 老师 我们给您学了这么多 就是为了以后能够当大官 那您说 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才能治理国家呢 呀 这可是个重要的大问题 快拿本来记 我带了三个大号本 一定记得全 只要三条就足以 第一 强大的军队 第二 是足够的粮食 第三 人民对国家的信任 这叫子贡问政 从政需要什么 一个国家要想安定政治平稳 需要哪几条的 这大家一般想还不得洋洋万言呀 哎 老师说的很简单 此曰 足兵 足食 明信 我告诉你 就三条 第一 叫国家机器 必须得有强大的兵力 做保障 第二 足够的粮食 风衣足食 第三条 就是老百姓 要对国家有信仰 他说有三条就够了 挺简单吧 哎 这学生矫情 说三条不行 说太多了 子贡曰 必不得已而去 鱼丝三者和先 如果我非得去一条 这三样 你说去什么 老师呢 也不急 说去兵 那咱就不要兵力了 人总得吃饭 但还得有信仰 子贡还不干 非得要再问 说 必不得已而去 鱼丝二者和先 这两条你再过去 一个 老师非常认真告诉他 约去食 我们宁可不要粮食了 然后老师说了一句结论 叫做自古皆有死 民无信不利 他说没有粮食 无非就是一死 从古而今 谁不死 死亡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 没有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 其实什么是政治 政治并不一定让大家都过上一种物质文明上的发达生活 它仅仅是一个指标 真正来自于内心的那种安定 和对于一种政权的认可 这些是来自于信仰 这就是孔夫子的一种理念 他认为信仰的力量 足以把一个国家 拧集去 前几天呢 我在读者文摘上面看到了一个说法 说评估21世纪 我们各个国家 生活好与不好 已经不简简单单是过去一个标准 大家都知道GDP GDP我们国家生长一直都很快 年年都在提升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 叫GNH 是什么呢 就是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国民幸福指数 评估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正的富强 不单纯看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而看每一个老百姓 他内心的那种安宁与幸福感 他在这个社会中觉得安全吗 他快乐吗 他对他的生活真正有认同吗 他满意吗 而这个指数在中国很有意思 我们曾经在上个世纪 八十年代末的时候 参加过一次国际的调查 当时显示呢 我们国家的幸福指数是不太高的 大概百分之六十四点多 到了九一年的时候再参加调查 发现呢 随着整个这个物质文明提升 当时呢 也是进行了很多改革 这个幸福指数提升了 到了百分之七十三左右 但是等到了九六年 再参加调查的时候 发现这个指数下跌到百分之六十八了 这是一个很令人困惑的事情 也就是说 当一个社会物质文明极大繁盛的时候 我们现代人有可能会遭遇 更为复杂的心灵困惑 这几天反讽 老婆天天和我吃 你们不是要搬迁了吗 马上要住新房了 高兴都来不及 吵什么呀 就是为了新房的 我说买北边的房 上风上水空气好 他非要买南边的房 说房价便宜交通双便 你们要是住在旧房子里 是不是就不吵了 大家肯定会有同感 我们今天 我们的困惑是选择太多了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可以选择那个 所以大家困顿了 其实谁都不愿意过苦日子 但是在相对 比如说不太满意的情况下 我们能够享受到今天的快乐吗 我们每一个人追问内心 我们会有一种安顿吗 这一点让我们回到论语 看一看 两千五百多年以前 那个时候的物质生活 多么贫困啊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 但是孔夫子评价过 他的一个学生 就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学生 大家都知道 他最喜欢的弟子是颜回 他说 现在回也 一旦时日一条影再露像 人不堪其忧了 回也不改其乐 这话什么意思呢 一旦时 就是家里头粮食很少 不能是满仓满陡的 可能就刚刚够煮饭 就那么一小婆了 一瓢饮 一个水瓢里头 够喝的水就完了 住在什么地方呢 住在漏巷 非常破烂的小地方 这一切可能很多人说 那我们没办法选择 生活就是这样 男的不是说 他生活在这种境遇中挨过来 男的是他的生活态度 叫做回也不改其乐 而别人怎么样呢 孔夫子说 人不堪其忧了